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是一名临床医生 天天接触的就是这些重病人 你天天从事的就是这个危重症的救治 对我来讲最大的恐惧 就是把病人没治好 2020年1月18号就飞武汉 19号一早就去了金银潭医 我那天去了以后我才知道病人很多 重病人多 算数要算准了 数量精细化 要精确到每分钟的量 每小时的量 对于这种危重症患者 确实是一个一个地重新梳理 他们的这个从诊断到病情评估 到治疗方案 包括药物治疗方案 呼吸支持的方案 当时其实我们去的时候 湖北省已经从武汉周边地市 已经调了医疗的人 即便如此还是远远不够用 那就从全国 全国调医疗队 调了4万多亿医疗人员 390多医疗队 去武汉来帮助一起抗疫 社会主义制度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个是我们的体制优势 他提出了建立民事党支部 那就把这种来自五湖四海的 医护人员就团结在了一起 带领大家朝这个抗疫 夺取抗疫胜利的这个目标 去一致地去前进 大家的这个工作热情 积极性 然后缓解紧张情绪 包括有的还做做思想工作 有一系列的都通过我们那个 临时党支部来解决 所以这些人就实际上就安心工作 有一次把我分到黄石 黄钢和孝岗 从武汉过去 差不多上午10点了 我从上午10点进去 到下午4点出来 中午就不吃饭 在里头也不停地看病人 不停地走 医生这个职业 住进是很辛苦的 累怎么办呢 回宾馆就躺下去睡一觉 睡一觉就好了 不是光我们一个人在战斗 有人来做志愿者开车 有人来做志愿者 做卫生收拾垃圾 还有人来主动送餐的 所以这个就是 全民地来一起抗议 医生这个职业 它是一个终身要学习的职业 成长是漫长的 我们做医生要耐得住寂寞 既然我选择一行 干了这一行 我就把它干好 我们做的是临床研究 再到2020年的一个新冠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在这种国家重大的公共卫生 世界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医生的初心是什么 让广大患者 得到一个很好的救治治疗 那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 广大的老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 其实我们医生的初心和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一样的 目标是一致的 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挺身而出 而且能发挥作用 为国家做出一定的贡献 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就已经很知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